历史超过十年建设的桃珠影园被CNN提名为定义城市九大新建筑之一 整体建筑在百米距离内旋转九十度 腾出一万多平方米的绿色露台种植桥木 更在庭院打造流水瀑布 不仅打造绿色生态 为了达到节能减碳 屋顶的太阳能一年可以发电四万度 供应实户住家用电 顶楼设置六台风力发电 一年可以生产两千四百度用电 供应公共设施 排水孔回收雨水浇灌植灾 希望能作为艺术建筑指标 鼓励更多建筑在新建过程减少碳足迹 响应环保 那当然这里面牵扯到全世界各级政府 都应该给买房子的奖励 而不是给开发中赚的奖励 这样子我相信会鼓舞很多设计职员设计 陶珠影员建造成本高 但也是一般建筑寿命的十倍以上 拉长使用年限减少维老都庚 避免重复建造时制造二氧化碳与环境破坏 耐震甚至可以达到两千五百年 但这一庶民宅一户就要十八亿元 想兼顾环境生态也得口袋深 更何况尽管近期房市冷却 但在刚性需求下也难是大跌 也让人人有房买 台北买房大不易 因为创新设计成为新地标的陶珠影员 在一般民众心中真的就只能纯欣赏 新新闻协委洪伟涛采访报道